所以你自己真正修行 心地清净 灭尘不染 你的愿心在主不会找你麻烦 而且你有乎发生 如果心地不清净 还是自私自利 还搞明文理扬 搞假的 云青带主瞧不起 他现在不来找你麻烦 为什么 你寿命没到 你寿命快到的时候 全来了 地藏经上有啊 我们自己只要细心就观察 你看很多人灵敏宗师 看到这个人 那个人 他所讲的人都是已经过世的 亲朋好友 来借引他 那是不是真的呢 不是的呀 地藏经人讲的很清楚 冤心在土 变成他的家庭眷属 来引诱他了 把他带走之后 在信本来念慕跟他算账 临终关怀 最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提醒他 帮助他 看到任何境界 不理会 不要理他 老实念佛 这个现象就不见了 你不要怕他 不要理会他 一个心 就是求生极乐世界 就是等待阿弥陀佛来借引 这就对了 不能有杂念 知道自己在一生 做错了很多事情 得罪很多众生 真正发菩提心 求生信徒 到西方极乐世界 学成之后 道架此行 来帮助他们 这个就是大成教里常讲的 佛不独无缘众生 这些跟你都有缘 无论是善缘 我缘 都一律平等看待 自己修成之后 一个不露 他们不管在哪一道 他有苦难 需要人帮忙 这个信息 你就能收到 你就能献身 就能帮助 到那个时候才真正知道 他跟我是一体 那个时候的感应 无论他有心还是无心 无心都有感应 要照推荐 对 得到 适合 提换